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嗯 尚在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刚好第一小时我们在讨论 这个台中一中的音乐班的 师生激烈讨论事件 然后这一小时就来聊聊 哎呀 这个做笔记 其实是在求学时段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笔记会做到重点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你的所学融会贯通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三明书局的副总编辑 蕭远分副总编辑 副总编辑你早 主持人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 因为三明书局出版了一套 叫做学霸笔记 好 这个学霸笔记呢 它有分作世界史啊 科学啊 几何 那我看了之后觉得说 哇 这个真的好适合给 现在正在这个学习阶段的孩子 其实也蛮适合把这样的精髓放在 这个已经工作的所有的工作职场上面的朋友 好 因为我们常常就说要听重点嘛 好 那你如果重点都画不了的话 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一个keyword的笔记的话 你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抓到那个当下的会议啦 好 或者是课堂上面的一些精髓 好 那这个学霸笔记啊 是翻译的对吗 是 它翻译成根据美国中学的这个课程 整理出来的笔记 在亚马逊其实还受到蛮多读者的好评 对 也是因为在台湾也发现 台湾还蛮多引进这样一本的书 我们在做这个外文书进口的时候发现 我们才想说跟国外的出版社谈合作 把它引进到台湾 好 所以同样的就都是内容 就content 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content融会贯通 变成你所学的知识 好 这个就是蛮重要的 那这个做笔记的重要性哦 副总编你自己个人觉得呢 我觉得做笔记第一个是我们把一些资讯文字化 透过手写呢 其实比较能够帮助 就是头脑可以记忆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理 整理一下我们的一个思绪 把这些大量的一些资讯 让它变得比较能够有一个组织跟系统化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会吸收的会比较好 那像你们在做这个学霸笔记哦 把这个外文书做翻译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特别重视哪一些部分的提醒吗 主要是说这个版面的部分 因为可能大家一般做笔记会 都是做这种直接条列或块状式的 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比如说这些颜色的呈现 去标注它的一些重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于这个一些tips 比较重点的一个标注 然后怎么样去再跟内文去做一个结合 那因为它是翻译书里面 其实本来设计了一些帮助学生记忆的一些谐音梗 然后我们要透过转化的部分 然后把它转过来这样变成中文化 了解 所以就是笔记看起来要比较有条理 然后是要融会贯通的 像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 有一些这个学霸的同学 他们真的例如说把历史 他就自己画了一张很大很大很大的图哦 就是就类似是他自己的笔记 可是不不见得别人看得懂哦 他自己就已经把那个所有 例如说三本课本 他就融会贯通成一张很大的图 他就边画边记边写边融会贯通这样子 对的确像历史啊地理这种 社会科还蛮适合用这种方式做 我记得我当年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也是建议我们可以买一张地图 把一些比如地理上面一些物产 跟一些互动影响跟重点的 这些地名名词就把它画在地图上 历史也是一样 透过这边地图上呈现 可以看到区域跟区域的互动 嗯嗯嗯好 所以笔记真的蛮重要的啊 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还不太清楚怎么样去练习做笔记的话 其实这一本书应该蛮适合不同 就是各个阶段都蛮适合的吧 是因为其实也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笔记 他可以自我吸收说那我下次遇到类似的资讯 我可以怎么样整整理 所以其实从国小 其实这本书从国小高年级到国中高中 还蛮多家长跟学生都愿意去看这样子的书 嗯嗯 起码他比跟一般的这个参考书的格式比起来 他会更好读更轻松更轻松更轻轻一点 然后因为他上面教了一些这个重点的调列方式啦 是他其实是用颜色 然后其实还用一些图画是吗 对他会用一些小图帮助帮助学生记忆 因为他有些图其实他比较可爱 嗯 然后他会把一些重点让他用对话式的方式画出来 或是一些这种流程图式的方式去结合他这样子 那你觉得家长哦 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可以做一些笔记忆 因为家长这个我们常说要放手给孩子做 但是家长我记得我女的小学的时候我还有真的有稍微陪读一下 他我觉得真的会引发亲子关系的紧张 他想说不如就就是放手给他 然后如果真不行就找家教 但是就是爸妈跟孩子之间 这孩子的课业爸妈要摄入多少这部分你们有什么想法 嗯 其实我们前两个月才刚好出了一本书 在介绍这个陪读 就双丁妈妈的陪读的刻意练习 其实他也是透过家长他跟小孩的互动的过程中 他可以去找出一个我家长的介入点在哪 如何在不过分主导的情况之下 让小朋友去建立他的学习自主性 因为其实最终的话其实家长都是得放手 你可以规定他操笔记 但是你没有办法规范说 我这个功课有一天我不看你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在老师的授课过程中去整理出抓到重点 所以可能要很多的一些练习 比如说练习如何找出关键字 如何在一些大量的资讯中找到一些问题点 那我觉得要建立这个学习自主的这个部分啊 其实好奇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如何让同学先引发他的好奇心 他才会开始从问题去问一个有问题意识的问题之后 才慢慢去找出我要如何去达成我的目标 去学习学会一件事情 那这个过程可能才是我们目前新课刚教育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因为未来很多东西都不是课本纸本的这些内容而已 他要透过自己去找出问题点 他要去整合 对对对 找出观点 当然也可能要引发好奇心也要有一个有趣的点 所以可能我们会假设可能妈妈会有一些漫画啊 或一些故事或是你在出外踏青的时候 或是找到一些实际上可以看到的一些 比如说古迹一些建筑物 可能从那边去做一些开始 那有这样子的好奇心时候 他再去往下去做一个延伸 那会比较有效果 所以小孩在不同阶段 当然就是小学也有分这个一二年级 然后中年级高年级啊 其实好像如果爸妈想要介入的话 应该还是会分不同阶段 有一些调整啊 是是是 因为刚开始可能在一开始 他练习国字 那这必须 这是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功夫 你要如何练习写国字 那必须要有一个练习 然后如何去练习复习 那你知道如何开出自己的学习菜单 其实就是妈妈跟小孩要去互动 去讨论出的一个学习策略 那可能不是硬性规定说 老师今天出了一行 我就把功课写完就好 所以这可能都是要先亲子互动 才可以减少这个冲突的产生 是啊是啊 就是每个小孩的性格也不同 然后爸妈大概如果试了一段时间 发现你都没有好好的 都无法好好的心平气和的来看顾孩子的课业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要转换其他的方式 是 对不然的话真的 就是会一直在那个他的功课啦 或是成绩上面无限巡回 有时候你真的要让他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然后脱离可能你每次在跟他做互动的时候 例如说你要教他数学 教到最后 教到最后妈妈都气皮皮了 然后爸爸就说怎么那么大声 妈妈怎么都没有耐心 然后爸爸就来了 爸爸来之后比妈妈更大声 对不仿气氛都不会太好 气氛都不会太好 但是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跟这个热情 我想应该都是很多的家长 或是老师很期待的可以做 那还是有一些方法啦 那这一套学霸笔记 它有分世界史科学跟集合 它在国外就是只有分做这三套吗 其实还有蛮多 但因为包含像是他们的英国文学 然后还有一些物理化学 它其实还有很多分科 那我其实透过现在目前台湾的这个 教材的部分去选择比较适合的部分 因为像科学它其实蛮适合国中 现在理化课的一些 它全部都有涵盖物理化学生物理科 那世界史是涵盖到 也是古今中 到国中 到高中的其实也都还可以读 然后几何 几何的话大概是以国中为主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个数学能力相对是比较好的 比较强的 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回到节目当中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做出超强 超强笔记 有一套这个学霸笔记 这个是三名出版社所出版的 今天在现场是三名书局的 副总编辑 萧远分副总编辑 好刚提到做笔记 需要一些方法了 那学霸笔记当中就教我们一些方法 在学生时代可能你在做笔记当中会有这个五颜六色 那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意义 那这个副总编辑你在看这个学霸笔记这一套书当中哦 他的做笔记的要点 tips大概还有哪一些 主要首先是因为他五颜六色的笔 那我们如何定义这些颜色笔的定义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才能让你自己在第一眼的时候看到 比如说他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他是专有名词 他有一些特殊的专词 他用蓝色的字 那这些重点知识点就会立刻跳脱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先找出轻重 找出重点关键字在哪边 然后另外呢 还有就是他的一个流程图的部分 他会做蛮多的一些流程 他会简化这些资讯 让大家很清楚他的这个逻辑跟来龙去脉 他的前后的因果关系 所以如果透过这一些流程图啊 表格 箭头 跟一些特殊的简写 那你就可以快速的就是掌握到是说 这个整个小单元的重点在哪边 然后尤其是他这一本里面还有蛮多的就是 利用很多的那个小单元小方框 去把一些关键的一些重点直接抓出来 所以到时候在游览的过程中 你直接看小方框 就可以迅速掌握到这个该章的一些重点单元在哪 而且他会随手画一些这个插画在旁边 对 他这个也是原文在外文书籍当中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是是 对因为他透过这些插画 其实现在小朋友是比较视觉系的啦 都在插画还蛮可爱 或会有一些可爱的一些小对话 他其实也是一些重点的关键在那边 所以其实透过插画学生其实记忆点会更深刻 嗯OK好 这个其实学生很适合 但是我觉得一般民众想要了解什么世界史啊 科学啊 几何 尤其是我觉得世界史这一本 是 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 不过因为他是这个 呃 美国人所所写的嘛 是 那他在 呃 解释世界史的部分会跟台湾的教科书会有不太一样吗 嗯 大体上在世界史在西洋史的部分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但是像中国史的话因为我们毕竟在台湾我们学习台湾史跟呃中国史或是或说是东亚史那因为我们在比较靠近他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他会比较细节会比较细致或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 那至于他们是因为是美国教科书他站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宏观 他会是在经过大量的一些筛检 所以他会讲的会比较呃 简略一些 嗯 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背着这些朝代的这些过程对过程的呃 每一个朝代要背他的顺序 嗯 但对于呃美国的孩子来说 他其实也是一个呃 呃古代近代 嗯 近古中古的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他其实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这个呃 中国的历史发展大事 嗯 所以可能会这个在细节的部分也会有些不一样 OK那现在因为因为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哦 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全世界都高度关注 其实他里面就有有讲到 是 这个冷战时期之后的一些发展 嗯 对 后期的国际关系其实也是呃 近代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他有提到战后民族主义跟独立运动等等啦 所以这个也是呃 蛮值得大家 因为像国际事件大家都很关注 只是说有些来龙去脉 呃可能我们都还不是太清楚哦 那你可以有一些参考的书籍那刚好这个我觉得像现在国际事件可能未来考试孩子都会考到 是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团实事都容易出体 实事都容易出体哦 所以这也刚好就是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呃 实事啊你怎么样去结合他们所学的他们应该会更加的有感觉啦 是 嗯嗯嗯好 所以呃像这个历史哦 历史哦 常常是 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时序 嗯 一个是空间 所以透过时序的话 其实从书里面可以看到会有大量的一些时间轴 嗯 然后在于这个空间的部分就是地图 其实我们透过时空的这个整合就可以找到他的这个 这个在这历史这大历史里面的一个坐标 嗯嗯那呃我们透过地图跟时间轴来定位 那再加上我们一些块状的一些知识点的介绍 其实在这个这样的架构之下呢 我们从重点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关键的原因 他的呃背景然后发生的经过跟他的影响 这三块部分我们能够区分出来 其实考试大概就是其实就是考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 所以找到这个时代特色之后 其实在读历史你就很快的就会掌握到关键 其实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时间去找这个细节的背诵 嗯OK所以那个时间的逻辑啊关联啊 你做好整理的话应该很快就能够融会贯通啦 对对比如说像是大概读到中世纪的这个西欧 会觉得好像很多东西 对 但是其实他重点就是基督教 所以那基督教是主轴的话 那考试最容易考的就是他的政教关系的变化 这个就会是考试很容易命题的地方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也有出教科书嘛 所以我们在在整理过程中就帮学生抓 这些的考试重点的时候 这几个就是我们会去找的这个分类重点 去加强去做整理这样子 那这套学霸笔记当中哦就是翻开你就会觉得说哦 他真的是看起来比较 清静性而且整理完之后真的比较清爽耶 是是就是你有整理的话那个整个你能够阅读下来的这种整合啊理解啊 好就会感觉比较容易耶 对 尤其是文字上 他会感觉上是一个跟他同年龄的人去写出来的文字 不是像课本一样 他会比较拗口 或是比较文雅这样子 所以可读性会比较高 因为其实新课刚才要求的是一个阅读 那如何阅读的话一定是从清静比较好读的书开始 好像越来越多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好像有阅读障碍 对是 可能就看了太多的影像了吧 对而且之后未来的考试题目会越来越长 你要先读读得懂你才能够去答题 对所以可能读得懂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未来可能家长可以多协助小朋友去接触的地方 读得懂像有些素养题他其实就要先读得懂 对像数学题考的也是有没有读得懂 因为他其实像那很多的题型 他就讲一大堆一大堆的叙述的文字 他其实不就是 其实到最后就是考验你的理解力 对要先读懂他其实 像我们传小时候看到那是应用题 那现在他是更是素养题的话 其实就是更用生活的方式去包装 让你能够领会到说我现在学的这些 数学题目或这些公式他如何套用到 他是有实用价值的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也是108科刚好要带给小朋友新的题物 那数学 因为你们也有一套是几何嘛 他就是数学 那大部分数学就是都算题目嘛 拼命写评量 那数学可以做笔记吗 数学的话其实像是几何这种空间观念需要的这种 其实他还是可以做出笔记 因为有些东西你是需要有公式有定理 先把它列出来之后呢 然后会有一些立体去去理解他 那更重要是你要用一个图解在旁边去做一个直接把它画出来以后 那更能够帮助你去想象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具象的一个知识 然后而且在理解那个立体的过程中 你会把解题的关键也把它写出来 把它留在你的笔记上 那你之后在经过练习题目之后再回过头再复习的时候 你就可以能够掌握到解题的关键 好所以学习这个数学 这个学霸笔记当中也教你一些方法 那科学的部分呢 对因为这本科学它是包含了 像讲物理化学生物 其实都有 蛮整合性的 对对对 它其实因为它是这个整体式的这种科学的概念 因为现在其实科普还蛮流行的 大家其实都如何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上去做一个 科跟科中间的整合 那其实这一本其实还蛮的浅显易懂的 尤其在学科之间的一个介绍 它用比较多的这个简单的一个绘图 就让你知道说 比如它会用个乐高积木的概念 要告诉你什么是物理 什么是化学 什么是地科 那可能在物理本身就在研究这颗 这颗积木本身 它的这个乐高本身 它的外形啊 内容或什么的 然后化学可能因为它要变化 它可能就是用就像你拼装了一个乐高一样 你会感知到它 它拼装成什么样子 那这个可能就是化学的范畴 那物理化可能就是 地科可能你拼成它 拼成一个东西之后 它上面所有的一些发展生物 除了生物之外的所有东西都包含在地科的范围 对然后生物就是在上面生活的这些生物等等 它就会用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方式去解释 学科到底是什么 而且里面最重要开篇它就告诉你什么是科学的方法 你先学会科学的方法之后 你之后再进入这些分科的学门 你会更容易懂 OK好 所以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方法 可能很多的朋友 像我们在求学时代就觉得很怕那种物理化学 你知道吗 那种物理化学的很害怕 可能当时就是也没有好好的理解 进入这样子的领域当中 然后或者是这个老师的教学让你觉得 你永远都听不懂 但是学霸笔记当中把科学部分做了一个蛮好的整理 所以我说这一套书 它不仅仅适合于这个国高中的孩子阅读 它其实也蛮适合成年人 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大气科学 包括我们一直讲在说地球暖化 然后讲到我们每天都要关注的天气状况 这个天气的状况 还有台湾地震频繁 这其实都是在那个科学的范畴当中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继续来聊聊这一套学霸笔记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这个孩子读书 很多家长都会很担心 然后当然孩子在不同阶段 小学国中高中到进入大学 那当然国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那怎么样让他在学习的历程当中哦 就是他的整理能力 然后他做笔记的能力 可以可以养成 那如果他可以养成的话 其实他在学习上面 他就有自有一套方法 所以就会有专家提醒说 给孩子不断做评量 不如教他怎么样做笔记 那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因为老师他会有教学方式 然后我们在下面就不断做笔记 可是那做笔记 有时候是流水张的笔记 是没有重点的笔记 所以做笔记是很重要的 做笔记怎么样做到重点 然后做笔记做到你可能就是 做完笔记之后 你已经融会贯通了这一个篇章 要你了解的事情 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三民书局的副总编辑 肖远芬副总编辑 他们出版了一套学霸笔记 里面有世界史啊 科学啊几何 就是包括国高中 在学习这个生物啊 物理化学 这个在科学里面 然后几何就是数学 大概 不过有些学生看了那个几何 那他会觉得 不是 不是那么艰森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数学考试 都已经考到一个出神入化 就考到到底是要考天才吗 对像今年考试就是特别难 是啊 就是考这么难到底要干嘛呢 然后再来就是世界史 世界史 其实就是发生在你我周遭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都是有卖卖相传的 他都是有一个脉络可循 为什么俄罗斯乌克兰 他们会也是这个 有有有这样子的战事发生 好那之前我们看到 像在中东 为什么他们同样是伊斯兰 那为什么还有分什么什叶派呀 逊尼派呀 然后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这个大概世界史都是 跟我们目前世界局势是息息相关的 那今天因为萧远菲副总编辑在现场 那在请教就是说 很多同学就是反映说在课堂上来不及做笔记 那到底在课堂上要做什么笔记呢 到底笔记要怎么做 所以有些老师讲得又很快 有些老师就叫你画线 好那不同科又不同一样 那那你有什么建议 其实最可怕的是老师叫你画线 最后发现画了一大堆线以后 没有重点 你回家不知道重点在哪边 那到底要先专心听讲 还是说赶快就是把老师的每一个字 像口述一样的一字一字把它抄下来 就录音笔就好了 对其实这都不是合适的方式啦 因为其实像现在的课本设计的时候 它都会在旁边去留一个边栏 有个空白处 其实那个空白处 其实就是让学生做笔记的地方 因为你要从一个白白的笔记本 从头去做笔记 其实你是需要吸收 但是这个过程中 上课过程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件事的 所以比较会建议说 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拿课本 或者是习作部会有些教材 习作会附这个新制图 它其实透过新制图 新制图 对已经有个半成品了 或是表格讲那个习作的表格 其实它里面已经有一定程度 去帮你做整理之后 你再把你的老师的笔记再加在上面 所以你不是从零开始做笔记 那在上课过程中 可以比较快速的寄到 老师说的这些方式 那可能像有些字你就不需要抄 你可能在它的字上面去写 比如背景影响等等 或是一二三 就在上面直接写了 那其实它就会减少你在课堂上手写的时间 那至于你回家之后呢 你再把它整理到你自己的笔记本上 那这个部分它经过一个转化之后 你可以就比较能够 检视整大段的内容之后 找到重点在哪边 那在运用你自己定义的色笔 你的整理方式 你看是要条列型的 还是流程图型的 你再用你的方式 把它整理到你自己的笔记本上 经过这样子一个转换的话 它也比较不遗留 而且你可以有一个兼具一个复习 跟归纳的一个功能 所以大概我们从好到大老师都是说 你要先预习 上完课再复习 大家都知道这道理 要先预习 先知道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然后回去上完之后再复习 然后再整理笔记 可是做不到啊 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多 然后每天要应付了考试 跟作业可能也很多 但是如果能够做到预习或复习的话 它就是一个重新整理 你印象就会更加深了 对 因为像我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 其实我在大学 比如说在老师上课 我会先操笔记 那因为老师上课讲的笔记 会用比较速写的方式 速记 那会比较 过了大概下个礼拜 大家就看不懂了 所以在两天之内 我一定会再把它整理成 我自己比较正式的笔记 我会再做一次 那它这样子经过整理后 这个再过了几次 几个礼拜看 其实它你都还是会让你看得懂 所以真的会比较建议大家 在第一次做的时候 不管是像康乃爱笔记法 它是用大量的先 就先尽量的尽量的记 那还是说 你自由利用课本 在上面先做一些画记 或是课本新制图上面 习作的新制图上面先画 你回来再做一道这样的功夫 其实不会花太久的时间 但是它却可以让你的记忆 去做一个练习跟重复 因为记忆要不断的练习 它才会越来越深刻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上课说 我明明有专心啊 怎么回来都万光光 人的记忆心是会往下滑的 所以你要不时的就是复习它 会让它再往上提升 保留它留在脑中的时间 好所以这一套啦 学霸笔记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 整合这些资讯 然后做有效的笔记 就是有效用的笔记 让你事半功倍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让你在有限时间之内 可以更有效率的学习 并且你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那现在几乎都是死辈这件事情 已经不太适用于现在的课纲了 对吗 对啊 其实Google能够找得到的资讯 其实好像不太需要花时间死辈了 对啊 所以其实掌握一下 就像以世界史来说好了 它记忆一些年代跟人民 你不如就是了解它的这个时代发展 对因为到时候考试的方式 其实也都不会去考你那些名词 对主要是知道 他讲了哪个世界 你大概知道他在哪一个时间轴里面 大概其实就能够掌握到命题方向 好那文科的部分 大概就是可以辅助一下 刚才那个学霸笔记当中 我们有提到的就是一些图解啦 然后运用一些颜色 然后运用一些这种色彩啊 然后有些是框框啦 有些是可能做一些图示的方式 增加我们的记忆学习 那一般来说 可能做了一次之后 你再重新的review一次 应该它就会更清晰的在你脑子里了 对 应该就会比较不容易忘记啦 对 记忆是需要重复 是 那科学的部分 因为科学它所牵涉到的 有一些是从理论开始啊等等 然后它的原理啊 我发现这个学霸笔记当中用了也是很多图片耶 图 那有些人说我不会画图啊 我不会画图我怎么去运用这一些知识到 画到上面 其实我觉得画图是自己看得懂最重要 那当然因为它是因为经过出版 它画的会比较可爱或是比较 图的颜色比较漂亮 但是它其实发现它其实你用简图的示意 自己看得懂是最重要的 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其实只是一些位置的一些画法 或是它一些结构图比如说它是用金字塔形的去画它的这个阶层的关系等等的 其实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像可能几年前很流行的就是肥女的学霸在网路上卖它的笔记 那其实这也类似的观念 大家都会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读这些书的 对就是说学霸到底都是怎么样做笔记的 对因为他删知识可以工作 大家都觉得说看学霸怎么看同样的内容 好像他怎么理解怎么分析 我就好像快速可以吸到他的一些功力 对所以其实像学霸笔记 我们这本书也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是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学习说 我其实可以怎么去整理出一个一份知识 那可能你不是单纯的大家都比较基础都只做条列式而已 我会让他一些块状加上箭头做成流程图形的 那这个其实就还蛮帮助学生去先去解构这些知识 然后是重新去做一些串联 尤其是他不同的这个知识点有互动的时候 也更容易用箭头的方式去去做一个连结 那像平常的上课做的笔记跟考前做的笔记 会有不一样吗 因为上课的笔记通常都是 会根据授课你现在需要他建立基础的时候 他会比较清楚他脉络很清楚 然后在考前的笔记呢 其实我比较建议是说 因为他是融会贯通他要更简略 那如果一般我们还不是在大考前 一般断考其中考前的话 你看上课的笔记的时候 你可以在左边的 其实就是康乃尔的笔记法 你左边其实你的tips 你可能用一些小方块 或是一些小标题跟关键字去做一个提示 这个部分其实就在平常的测验考试 月考应该就已经够了 那至于大考应该更宏观 更需要比较大规模式的整合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 比如说像您刚刚讲的 像地图 我们可能在地图上面去画一些筑记 不同时代有几张大图 他其实就可以把所有的事件 不管区域跟区域的互动 就可以把它整合在里头 那科学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它有几个大重点 那其实这个重点的部分 其实也是可以用流程图示的方式 就把它画出来的 当然就是给国高中生 学霸笔记这一套书是很适用 那一般的民众 我刚刚有提到说 一般的读者 他其实在阅读学霸笔记当中 应该也是可以学习到一些重点 是是 因为像可能有时候大家在看一些电影 他可以讲到一些科学的理论 有蛮多的天灾 很多天灾电影 都讲到一些科学理论 或是说一些时空穿越 他会讲到一些虫洞啊 相对论 哦 里面都有 虫洞 对 因为我先生就有点好奇 他就发现我家里这本书 居然可以给他解答 哦 对 因为他里面很多 就是比较大一般的 所以发现科学我真的好不理解哦 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当科普啦 对 它其实也是一个科普的读物 对 它可以 其实给国中学生的知识 其实也就等同大一般这种普及知识的这个难易度 对 而且我们在国中高中学不好 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大脑已经就是有比较升级了 我们已经就是比较能够理解更多的知识 有时候那个爸妈都说 啊 你大气晚成 所以这个 在一般的朋友来阅读这一套书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对 在回头看它的时候 领会也其实也是不同的 对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领会 或是更容易去理解说 啊 我那时候怎么会都不理解 然后这个也蛮有趣的 那总而言之 这一套书啦 不论是科学啊 世界史或几何 尤其是我觉得世界史跟科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都是可以理解运用 而且它是可以有串联性的 对于理解很多的原理 或者是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可能它会更有脉络性 那学霸笔记分享给大家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三面书局有这一套 叫做学霸笔记 那学霸笔记里面有世界史啊 科学啊 几何 几何这个数学 适合国高中生来看看 学霸笔记 怎么样做笔记 那这一套书 因为它是在Amazon 可以说是销售排行榜 都一直很前面的 是 所以五星级好评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 笔记式的方法 我觉得也蛮适合用在 你可能是已经工作了 但是你可能需要常常 有很多汇报啊 需要看很多资料 你就可以知道 怎么样吸取那个重点 这个蛮重要的 那刚好我今天 访问到副总编辑 他家里也有一个 这个国中的孩子 那我们家有高中 所以我们刚刚就 互相交流了一下 真的孩子在念书过程当中 真的每个孩子会碰到的问题 瓶颈都不一样 如果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型的 他自己就会自动自发 然后自己做好笔记 然后自己画了一个大图 哇那真的是 不容易 不容易 对不对 那所以我觉得小孩子 成就感蛮重要的 对 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要求说每个小孩 当然都要当一百分的小孩 对 那可能适合你的孩子的程度 你帮他订定一个 他只要稍微努力一点 他就达得到的 一步一步的引诱着他 就像那根红萝卜 一定要放在他的前面 嗯嗯嗯 就让孩子有一些成就感 不断不断往上爬 而不是一直去摧毁他的成就感 对 因为有时候小孩 其实他们这个年纪自尊心也比较强 他也需要一点自我肯定 所以也许我们会设立一些 比较小的一些关卡 但是不会用物质的方式去奖励他 但是会让他一直用言语的方式 肯定他知道他做得到 他只要努力就做得到 这个部分是比较 对他建立这个学习自主心是比较好的 嗯嗯嗯 就是他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 他自己应该可以感受到 一些些的成就感 对 那当然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什么 跑在起跑点啊 每一个都是这个文武全才是不可能 所以真的要知道每一个孩子的特点 然后适性而教 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才会说什么108克 刚刚加要多元啊 要全才啊 要这个重点不是全部放在分数 可以让他发展属于自己擅长的部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为家长 其实也是算一个辅助的一个角色 我都说他是推波助澜 我找到一个他比较有兴趣 他愿意投入的这个 有兴趣的知识 或者是他有兴趣的学科 或任何一件事情 我就会去协助他再往那个方向前进 而不是一直要求他在课业上的这个功课成绩 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分数 嗯哼哼哼 那如果爸妈妈要陪读的话 我想这个在小学阶段是比较有可能 国中的孩子不可能让你陪读在旁边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陪读的话 可能爸妈也要知道说自己不是主角吧 对 其实家长真的都只是辅助 你是陪伴着他 嗯 陪伴着他并不是帮他 看你功课有没有写完 是在他需要帮助的协助他 比如他容易忘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找一个 如何帮助记忆的方法 跟他去做一个讨论 那看怎么样能够帮忙他 比如说我儿子记性很不好 那但是他现在小孩都觉得 我什么都用眼睛看的 我看了很多次了 我应该记住 但是考试的时候就不会 那为什么呢 然后可能他就是缺乏他的手写 他没有经过手写 其实手写就会帮助脑子的记忆嘛 所以我就背单字的时候 就是希望他可以多用 就一张纸在旁边让他去写下来 那这样子成果就会比较好 对可能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去 让他去做一个练习这样子 好那学霸笔记这一套书呢 适合的族群 再请副总编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主要是这个国中生跟高中生 但其实我们在面对读者的时候 其实还蛮多国小高年级的孩子 就已经可以开始读这样子的一个书 对因为他里面的知识跟内容 文字深浅其实还蛮平易近人的 所以其实高年级的阅读的能力 就已经可以掌握 然后至于内容的部分的话 因为科学的话 可能是在这个国中的这个上到理化了 他开始接触这些学科 他读起来还会更有理解 跟他学校可以做一个结合 那世界史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世界的认识是一层一层的 那你从国中的这个历史 交到世界史的部分的领会 跟你到高中时候要进一步去探索 这个不同的包含像是国际关系 他都很多历史的渊源 你都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到你需要的部分 所以其实还蛮适合大家 那当然一般人你想要更熟悉这个 我们全世界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 那当然一定要了解他的历史 那这世界史的部分也都可以读 嗯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希望你们分享这一套学霸笔记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书伟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就是锁定小玉 秋迷雨的POP抢先报 明天再见咯